各位大家好 我想今天我跟大家聊一下有关于张春华这个舞教 为什么 因为打了这么多把 我还是能明显的觉得 如果当 当你斗地主的时候 不是可以先看见三个人的关节吗 只要你队上的两个人 关节不是特别的高 中军以下 甚至中军 有时候领军票期也都会选择张春华 在介大桥消失之后 张春华确实是目前的首选地主 对于很多敌关节的人而言 但是 张春华很强吗 其实不强 基本上 有一定的过牌流的武将都可以打张春华 当然 话是怎么说 实战中其实 张春华的理想值 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高 打张春华 一般两个思路 最正常 最常见 最正常的思路 就像曹春流 一波波过牌 嗯 怎么说呢 就过出寒冰箭 不停地扒光扒光 然后最后 拿出AK 一顿乱图 或者把自己和他绑起来 通过火攻自己补两点伤害 这是经常有的 这是第一种打法 但我其实想说是第二种打法 其实是偏居多的 就是 事实对爆 看情况对爆 嗯 很简单 张春华的过牌来源 是来源于 掉血 并且 赤桃 以及触杀 来过牌 但如果他手上桃卡手了 你在对他进攻的同时 他就算在他回合内 通过赤桃来过牌 也其实相当于瓦解了他的防御 通过瓦解防御 最后最后再来一波 平推 这也是另一种打法 当然 如果实战中间两个人 两个农民的想法不一样 就会很容易导致 这种分歧出现 导致一个人爆 另一个人不动 这时候其实挺考验三后卫的 三后卫只要看二后卫不动 三后卫就不应该动 三后卫只要看二后对爆 三后卫立马爆 这是比较常见的 接下来我将通过难度 来考验一下 就是 这么六个七个八个 八个都是打中中华的实际案例 我会跟大家少 稍微说一下 首先是最天堂级难别 天堂级别难度的卤只 当然 还是夺回来这个队友 直接这种都直接三倍了 队友是流血 我觉得张春华 如果第一轮没有打死一个 基本上可以跑了 为什么 你可以自己看 我们两个就相当于在互相传牌 但是我们又跟单纯的吕蒙不一样 吕蒙每回合只能出 每回合只能摸两张牌 而我们每回合可以摸六张牌 流血的两张 鲁石的两张 鲁青中的两张 这张乐推中 就算没过也不要紧 慢慢滑水 总是有机会的 不怕你哦 可以到手 攒了一个拆 可以拆掉八卦 动手 不来无去 不悔不愿 看到顺手先扬了 觉得确定基本上是可以打死了 灌石斧这一刀九杀是重的是 比上八多一刀比较重要 所以优先灌石斧九杀 这是天堂级别难度 然后下一个是 有一个会玩的队友比什么都重要 升拳 当然队友是我肯定不会选马带的 马带当时是打的 军阵打的时候把它一起开了 最后都 反正也没选 都没有 都忘记关了 队友曹王 看给我过牌 是真的一看就会玩这种 看到这种会玩之友就很开心 看到AK就想不到把AK留住 看到寒冰更开心 冰住 下一轮如果能过到几张杀 就直接动手了 使用 先扒掉 总是要把他手牌拿过来的 我手牌 孙权的手牌术很重要 手牌越多越开心 注意张春花这个把自己打空了 直接全军过来找杀 四张杀 好人给他塞四张牌 但他没有 喘息的空间 这就几乎是秒杀了 必死 死亡通知书 这还是270豆子的时候 再往稍微难一点的响 然后再往稍微难一点的响 难一点的许优 剩下都是单挑的 这两个是有队友配合的情况下 剩下几乎都是单挑 刷牌看见队友是曹冲不想刷了 不想我是肯定不会刷曹的 自保为主 因为牌都已经控好了 所以直接推就行 就不要考虑太多 还实在不行还有一刀 空了三牌 他有一张牌 三输出 他那张牌可能是防御牌 但是他空的三张牌 是我是确定的 都是我知道的 没什么用的牌 然后许佑完了是 曹春 曹春打是老曹春 不是目前的新曹春 老曹春打张春华也很容易 刷个夹印 目标就是这个夹印马 当然他一回都给我拆光了 我就比较无奈 这个南蛮主要是为了让王毅掉血 现在就是全 全力找装备 然后张初华也开始打王毅了 所以得想办法保他一下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老王毅 可能比新王毅还强的原因 老王毅只要掉血了 地主就会想办法杀他 而且老王毅掉血了 确实收益比新王毅高 老王毅掉血之后 收益几乎是 当然这时候老王毅开始打得不好 我就觉得四海本质还是如此 所以这时候就把桃子自己吃了 这时候以全城自保为主 这是我之前说的 依他追报的时候把他桃子吃了 桃子吃了也比相当于瓦解他的防御 藤甲看到藤甲很开心 但我现在才一个上甲 红尼兵伺击而行 善家利兵伺击而行 刘香 看到EK了 可以稍微 对赌一波 确定打不死了就不动手了 重新重整一下 其实这一波也不该打 但是我想放着这里估计也会想打 大爽拿了个闪 然后但是他有杖拔 杖拔得赶紧想办法下了 不能给他继续过牌的机会 看到寒冰了 看到寒冰优先下了对自己威胁大的 八卦都不是要下的终点 其实顺可拆应该留一顿 当时打的还不够成熟 顺可拆应该都应该留一顿 等他上装备的时候给他剩下拆掉 现在就比较无聊 这段时间就是找AK 找贴缩找AK顶字爆的时候 照我的观念 这段时间内手上留一张武器 留一张桃就行 桃都不用留有时候 现在以优先留杀和9为主 OK 看见AK了 这一波还只是险胜 因为这个张祖华确实挺欧的 他就当掉一滴血的时候 他都会有充足的过牌 所以这把也只是挺胜的 然后是 张让 张让在我看来是一个顶级的对爆流 就是他可以牺牲队友的手牌来换取一些红 像标黄盖一样的手艺 张忠华这时候直接杀张脚让他提起自己 就跟火攻自己是一样的 这张忠华其实挺聪明的 但是他并没有受到实力手艺 这时候我选择直接 直接 直接酒火杀 直接强行对爆 最后一个火攻我选择连我 连我自己和他火攻我自己 双脸一战成名 因为当第一轮张忠华被张脚劈了之后 他会全力过牌 他有了桃肯定会吃掉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他手上除了留了个酒以外 估计不会留别的东西 所以我直接连张脚和张忠华 直接强行对爆了 然后是戒曹人 戒曹人打张忠华就比较无聊 虽然这把也只是险胜 当然刷了淘宝 寻优也重要 寻优不管怎么说 没有坑队友 然后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输出也是比较够的 这时候我没有选择反无限张忠华 是因为我想想办法把这个八卦给 但是这时候看他要死了 还是优先保命为主 看到上加一码就很舒服 可能张忠华的古兵刀就是他白色 看到寒冰了 这个张忠华以欧洲就在于 他永远能找到 距离去打群妞 借曹人在目前环境中也只是一个二等农民 因为农民还是优先要找突破口为主 不 他借曹人 借曹人就相当于是个龟可 龟可在实战中的作用 远远没有 防御流武将 不怕你 这座寻优他也坐不住了 他还想把他打张忠华了 但是他会后悔了 因为 就是他杀这几刀 你看这一刀下去张忠华的 直接原地暴化把寻优瞄了 他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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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害死 还把我抄下水了 张忠华装个怪事服就不要傻 这时候想办法 如果能一波爆掉最好 所以组了一下 这时候开始抢藤甲 你若不死 比为后患 就说 因为他有冠石斧 所以留闪一点意义都没有 当然 当我挪过来之后就另当别人 你若不死 比为后患 你若不死 比为破辣 这时候我想的是 是因为在团 внутри 就是灌石斧留得很重要 一波 到关 supper 仇流 你若不死 stones 明镓 再是李峰 李峰神里萌西之才 优先是李峰 李峰这波打的当时也不是很舒服 首先一开始 我在没有手机卡的情况下入的场 一下子给忘记注意手机卡这点 好在诸葛克有自救 而且最主要是我觉得张志华会优先打我 而不会优先打稍微有点防御的诸葛克 当时我的水平比现在差了很多 现在也就这样 所以有些打的不是很好 有些点处理不好 比如这一点我就可以两个杀屯出去 但考虑到诸葛克没有序理 这个觉得赤桃处理 因为我想把还是想留个顺 这个加一码我还是惦记了很久的 当然有闪电肯定就是优先顺闪电 让几个九杀也没办法 这有冠之谱的话 张八卦阵就没有多大意义 优先有武器防他拆我的整网盾 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 逼他把这一桃子吃掉来 从而挖解他的防御 现在我的优势就是装备 而他的优势是过牌 你看他吃桃子 表面上他在过牌 实际上他就防御已经被完全瓦解了 像李峰这种没有养人能力的 他不像曹生可以轻易把张中华养着控着他 这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通过冠师傅 冠师傅就让他的闪失效 闪失效同时压他血 他就必须得吃桃子 从而用这种方式来瓦解他的防御 最后再想办法用冠师傅打突破 所以在打张中华的时候 冠师傅其实对于李峰而言是优先于AK的 神旅蒙的话 在那个时候比曹人有用 刷了一首比较贪的牌 因为我甚至觉得他会先打 又先打招了蔡文基 看到韩明镇就真的不想刷牌了 就是这个情况 把闪势力然后把闪拿过来 最后一杀把他的牌拆掉 这样的话他三个都用不了 这后蔡文基把我的神 韩明拆 拿走我就觉得莫名其妙 看他是当闪就可以杀 他闪的话就是瓦解了那张闪 他不闪的话那张闪卡手 他一样没有办法 一样没有办法运避其妄 一样没有办法运避其妄 这就是欲誹好对面 你看 你看手上一张杀一张无限 就直接不动了 让他这两张牌把手还卡住 最后直接有一个酒杀 直接带走 当然他摸到 如果那个酒杀摸到淘和酒 那我就当他自毙了 吸着才 吸着才被张春华克制 但是 如果你先辅的是张春华 就应当别问 留伞的主要目的就是 你要永远保持到张春华在同一个血量 我得先让中小意识到 我先辅的是张春华 这个桃圆又血断回满 中瑶这个武将 低端局可以用 高端局完全不介意 高端局没有人不会注意阻定这个事情 张春华开始意识到 我对他的威胁 然后开始送牌 这时候让中瑶救我一下 我可以把水量和当中瑶 回到同一个水平现在 开始光明正大的白嫂 当然这个青钢还是有点反应的 一个酒杀 开始愉快的白嫂之力 这时候让中瑶比张春华高 我甚至可以让中瑶把雷杀我来打张春华 但是我也万万没想到这一波中瑶指就没了 张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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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华开始出八卦七字材 张春华送了一把牌 张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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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字材反送了一把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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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字材开始来疯狂的白嫂之力 所以说七字材在当 在玩寄生寵套路的时候 也是就相当于是你如果能造成伤害 你就相当于自动苦肉一次 但是别人吃饭你也跟他回去 所以说七字材当主其实跟金黄 和黄盖当主有着异曲同音之妙 七字材当主的话没有那么建议 如果你是看着对面一个关节 特别特别低 比如校位以下 千伏长十伏长 另外一个关节就比较高的话 你就完全可以细着台当主试试 开局刷AK或者刷决斗 蓝蛮之类的进攻牌 先把先服票棋 这关节比较高的 你通过边杀他边摸牌把他打死 之后你ESP国家调打一个校位 他们估计也就选一个 像会玩的可能会选周瑜啊 选骑马带啊 选借旁哥啊 但是不会玩的 那肯定就是国家曹中啊 新王毅啊 那不都是 那西字台打他们都是吊打 但话说这么说 有位西字台也被校位制裁过 甚至被有一次被关银瓶制裁 说了这么多 张春华这个武将 放在高端局不难打 单挑他稍微有点难度 但是通过瓦解他的防御 增加自己的防御 是完全可以打他的 在我的逻辑体系中 张春华算一个防御型的武将 当然他也会通过防御 就是防守反击型的武将 应该这么说 他通过瓦解自己的 血量来可以提高自己的收益 而我们要做的要么就是 强攻 通过完全瓦解他的防守来攻破他 要么就是用优势型武将 老的曹春就是最典型的优势型武将 每发动一次技能就可以获得一点优势 通过慢慢的优势积累 可以一波把张春华带走 而且张春华这个武将 有一个天然 最天然的克星 但那个克星 完全不适用于斗地鼠这个系统 董白 董白这个武将 我可以大放厥词的说 就算是实血张春华 董白依然可以把他打爆 除非张春华 天狐手牌 那当我没说好吧 塞了很多牌之后 一个裸摸一个火攻 然后开始AK 突突突 那算倒霉 今天的 反正也就到这 我 这也是做的 相当于是一个专辑一样的东西 我的水平其实也没有那么好 但是把自己的打牌思路放出来 给大家看一看 如果 如果有比较认同的 可以希望支持一下 此外 我也是一个新人 我 比较喜欢一些 也喜欢看很多三国沙主播 其中 比较喜欢看的是三国沙绝对技术 我也 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到他一样的 真正的绝对技术 所以 我也在向他学习 我这个号列 跟随我跟了很久 我是13年的时候开始玩的 9月8号 那个时候玩果仗玩的多 现在玩的没那么多了 说实话就成为了一个斗奴嘛 换了斗 斗地主 然后每天 就是把招牧令 燕灵甲买满 当然现在燕灵甲不能买满了 因为我在想办法攒旁德功 现在斗地主的武将目前为止 都 骑的差不多 除了马军 马军也刚到手 就这